為了出陣農民對農產品價值利用 農委會報作經費11803萬 在嘉義大學生理農產價值擔任中心 已經寄信和百貨用 中心的生理將今後加大看領域組員 協助小農將組織的產品進行儲集加工擔任 改革加工組員出的不義 也只是三兩位性定定問題 正跟農產品得完的加工利用 開拍消息通路 在嘉義大學中心為在嘉義大學南台學校實品加工場 並由農委會報作經費1100萬生理 日前幾乎非無電力 由嘉義大學學長愛權 農委會合去處處王世賢 留以後美會合部處主任徐恩智 改期建設處處處天常佩町人 共同進行甲斐客用電力 嘉義大學學長愛權標示 嘉義大學等級開芳榮三加工利用 替新農民收益 日農産加一大學中心提供各式各樣的草棘加工 服務將協助修農 將農產品變成食品 透過共犯的大學服務 特定都完善機 從農產品到商品化中間會有一個階段 這裡面會牽涉到從農產品變成食品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這裡面農委會為了要協助農民 在這個農特產品上面的一個加值利用 因此在嘉義大學就成立這一個初級農產品的一個初級加工的打樣中心 那原則上目前來講我們以從農產品變成食品的過程裡面 有四個過程就是有乾燥 粉碎 還有一個就是臉製跟培草四個工人 這四個工人來講我們就是要教導農民 他要購買什麼樣的機器然後怎麼樣操作 最後在包括整個實際的打樣 包裝設計 市場規劃 最後到通路行銷 整個我們會協助補導農民完成這整個的作業 農委會科技創作王世賢標時 農委會透過農產加工工學系統 為支損 打牛 農產 包裝到行銷 一條農改革收農加工資源的問題 能夠優惠協助開創農產的計程 那當初我們主委把這個初級加工 拉到我們農業部門去主管的目的 就是能夠增加農民的收益 剛剛校長有提到的就是說 可以延長這個產品的壽命 然後也增加加值是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我像芒果乾這些產品 那可以幫農民獲得一些額外的這個注意 那我們現在也有很多比較小型的 比如說有機的產品 他是有有機認證的 他做成有機的加工產品 對整個市場會造成比較大的影響 那我們希望說這些小確信集中起來以後 讓這個農民的收益能夠增加 改革合表時 農產加值代用農心的新立 未來中的政策改革看領域資源 協助省農中自家產品 進行投機加工資源 改革加工資源出席無良意 也就是量産過責任問題 省農端可以增加農產多元加工利用 開啟消息通路 省省到民家的七彩虹 好的 戰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